二战期间,日军推出了一种叫做一安妇,未安妇的性奴隶制度 世界各地的学者估计至少20到40万的少女和妇女曾经受害 各种文字资料早在日军战败的时候就已经被销毁 导致历史还原的难度大大增加 然而战争结束后,在父权社会下 以底层女性为主的受害者不愿也不敢发声 直到半个世纪后,韩国、台湾、中国才走上平板的抗争路 唯独没有看见马来西亚的综艺 历史课本上没有提过未安妇 在Google打上大马未安妇出来的本地资料也寥寥无几 马来亚被日军侵占了3年08个月,未安所遍布全马 但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沉默?大马未安妇的声音在哪里? 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包子 今天我们来讲被晋升消失的大马未安妇 1937年,日本攻陷中国,之后就一路攻下东南亚 所到之处略地角色 以往日本为了提高军队士气 往往能够容忍士兵对殖民国家的妇女示意暴行 然而,在西伯利亚的战争 日军正是因为到处沾花惹潮 而使到军队内部性病流行 大约20%的日本官兵都染上了性病 所以,这个时候才有了以国家主动介入推行的未安服 系统性地将大批干净安全的妙龄女子 关进了未安所里,成为日军的卸余工具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一来防止性病传播 二来可以减少强暴事件 顺便安抚一下民间的乐器 但事实上,日军纪律松散 虽然有了未安所 对两家妇女的骚扰却是有争无减 1942年2月5日 英国投降,日本重视占领马来亚 新加坡《少男日报》 曾于1942年3月5日18日 连续刊登广告征召各籍接待妇数百名 17至28岁皆可应征 被征召者每月薪酬至少150新币 每月休息一天 这是其中一项关于东南亚未安妇最早的记录 日本军方也曾经发给台湾三封秘密电报 要求台湾征召50名未安人士到普罗州去服务 在马来亚的未安妇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日籍的未安妇 他们有的是来自日本的妓女 或者是单纯的少女 出于爱国精神,决定奉献 也有些是受骗 军队通常会以工作为民意掩饰 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到海外成为故事清洁工等等 直到抵达后 这些少女才发现自己成了未安妇 而剩下的未安妇 大部分都是从各个地方强征而来 逼良伪偿的 因为当时的中国是最不服从日军统治的 日军也就因此通过征召大量华裔未安妇来惩罚华人 未安妇平均每天都要招待20-30人 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有些妇女还被迫白天兼当不适或拥人 晚上继续未安 未安所的地点不断随着战士转移 随军作息也随军逃难 过程当中被炸死、病死、难产死、过劳死、打死、自杀死的人不计情愫 甚至还有日军为了掩盖罪证而集体抢杀未安妇 澳大利亚学者乔治·希克斯通过了大量原始资料 出版了《未安妇、日本帝国部队的性努力》这本书 在未安妇课题上面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他在书中提到 每个日军驻守的大马城镇都设有未安所 光是在吉隆坡 只有17-24间 在瓜拉比劳、深美兰、槟城、波德森、马六甲、雪邦等地 也都有未安所遗迹 X女士的故事 是整本书第一位介绍的人物 1942年1月 日本占领了吉隆坡 当时还是小女孩的X女士和家人 都以为只要待在沙灯的小村里 就应该可以安全了 突然有一天 村里一位30多岁的汉奸 帮两辆载满日军的裸礼引入驾进了村子里 以下就包抄堵死了村子的所有出口 当时的X在厨房煮饭 三名军人闯进了家里 就在他父母和地点面前侵犯了他 当时的他才15岁 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过后的他被带上罗莉 弟弟也被赶入另一辆罗莉 两人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想要救他的父母也被日军打到头破血流 X被带到由一对汉奸夫妇经营管理的酒店 从此成为了未安妇 他每天接待10到20个男人 日军投降后 根本没有华人或者日本人敢收留他们这群未安妇 临走之前 几位未安妇联合将这一对汉奸禁死了 战争结束后 X女士回到了沙灯 她比许多的少女还要幸运 因为家里的父母愿意接纳她 而非再次驱逐她 结婚后的X女士 因为子宫受伤无法生育 而且对刑防有无尽的恐惧 可是她却不敢把过去告诉丈夫 丈夫最终抛弃了她 伴随余生的只有身上留下的种种疾病 未安妇面对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永久后遗症 也面对了很严重的心理障碍 孙美兰就有一位马来妇女 曾经被关在军营成为未安妇 她像动物一样工作 度过了地狱般的煎熬 就算是战争结束后 她依然经常做噩梦 认为自己是作孽有罪的 被日军蹂躏的三年 他们就算用尽了一身 依然消解不了肉体和灵魂的痛苦 关于大马未安妇 最详细的资料是来自日本学者 钟原道士博士 在200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 Comfort Women in Malaysia 她在文中提到 1992年10月 时任巫统青年团秘书穆斯达法耶骨 曾经展开对未安妇的调查 呼吁受害者前往投报 以便在联合国人权研讨会当中 可以报告调查结果 希望可以得到联合国支持 施压日本赔偿和道歉 很快 穆斯达法耶骨就收到了将近3500箱的投报 马华的张天赤 也陆续收到未安妇幸存者的资料 这些受害者 其实并没有奢望赔偿 甚至说明 可以将日本的所有赔偿 全部捐给慈善农夫 他们想要的 只是一个道歉 然而 时任巫统青年团团长 也就是前首相纳基 在联合国会议前一个月突然宣布 为了维持满日关系 国家放弃 在未安妇课题上面追究 最后 穆斯达法耶骨 被阻止出席联合国会议 也无法继续收集本地未安妇的资料 至于张天赤 也在日本外交部的交涉后 停止了调查工作 时至今日 还有不少人将未安妇受害者成为妓女 将未安所成为妓院 但事实上 这些人根本忽视了未安妇这个概念的强迫性 这是对战争性奴隶制度的极大曲解 侥幸活下来的受害者们 很多都和X女士一样 在余生中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 中国人民大学宋绍鹏法学博士的研究发现 未安妇在大多的时候 只是作为民族压迫的符号出现 但是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却经常被忽略 具体的生命故事被抽空 只剩下空洞的苦难 面对这一群面目模糊的受害者 我们很难感同身受 甚至有可能因此将受害者与性暴力本身混为一体 觉得这种事情是肮脏的 羞耻的 不能够搬上台面的 当然这是在中国的情况 在马来西亚 我们没有官方教育 没有官方讨论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关于未安妇的存在 1992年 我们曾经有机会系统性的收集和整理 马来西亚的未安妇个案和历史 让这段历史走进公众视野 带领受害者走出过去 可惜国家之间为了礼仪和邦交 选择将这些勇敢发生的受害者再次效应 不止抹杀了社会走向理解开放的机会 也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2020年 如今还在世的未安妇 应该也90多岁左右了 如果没有人在乎 迟早这些故事 就会像躺在抽屉里的3500封信 永远被埋葬在大历史之下 日本当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 人民也很有礼貌 可是对于未安妇的历史 日本官方却是不断的否认 甚至想要扭曲 如果我们没有积极保留这些历史记忆 有一天这段历史 会被修正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订阅和分享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Bye Bye